亚残运会期间,能为5000多人提供住宿服务的杭州亚运村 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方面做得怎么样了 生会在即,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 独立的一个位置建,然后来保证轮椅的使用 我们体验关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这里有一个求助按钮 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已经触碰到了 但是妈妈提到,就是希望能把那个触碰按钮放在外面一点 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有音障线跌倒的话 就不用说越过这个床头会去很艰难地遇到 放在外面的话,就能很清楚的空调,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把这块,进门这块位置留得更大了 能够让轮椅进行一个回准 然后包括这些衣柜 就你看这个衣柜,我为什么没有靠墙放 因为要考虑到就是轮椅它在推的时候 它建设是有一个空间 那么我需要把这个空间也让拆 在我们平常呢,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平常我们的床也是要稍微矮一点的 刚刚实验师告诉我们他们平常的床要矮个10公分 这样的话,我们的运动人们如果要 他如果坐着轮椅过来的话 他就能比较轻松地坐到房上 不去家这个衣柜,就是特别容易撞到 特别是做轮椅的时候,他可能就撞到这个玻璃 他如果碎了的话,就没有安平以化 大家很多这个无赞的诗集 然后也去看了一些做着优秀的这个无赞的一些项目 主要还是需要同伴地去体验 站在这个无赞的这个角度去感受这个无赞的使用的 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做得更好的把这个项目的好好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